一头亮丽有造型的秀法是不少女生们的梦想 但是对于癌症病患来说 因为要接受化疗在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 让他们加速落法 拥有一头秀法对他们来说可是遥不可及的愿望 因此今天在关度的马街医护专科管理学校 由组长教官王芳慧所发起的爱的力量守护你 我捐法你美丽的活动 号召校内的学生一起来捐出秀法 来帮助癌症病友制作甲法 我相信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 一定会细致今天的善级 而且会除夕的发挥自己良善的一面 我相信这个是学校最好的一个教育 所以也希望说今天的活动能够让更多有爱心的人 也能够来共襄盛级 所以当我们协会推出所谓的15公分以上就可以做捐赠 很多人都抱持着怀疑的心态 那当然这些所谓的那个条件是针对成人而言 那15公分它其实最主要是对做男士的男士的假法 其实大家都都忘了说癌病患者里面其实有很多也是男性患者 这一次的活动最初原本是教官发现有两位同学在暑假剪了个短髮 一问之下他们是将头发捐助给癌症患者 因此发起了这一场活动中华癌病辅助会说其实捐法不一定要30公分 现在只要15公分就算是懒头发也能够捐赠 因为也有不少的男性患者需要假发 所以只要是健康的头发都能够捐 对此不少捐出秀发的女学生除了对于剪掉头发有些不舍之外 认为能够帮助病患才是最重要的 感觉就是很棒啊 因为可以帮助人家 因为头发太长了本来就要剪掉 所以想说本来应该最开启很长就变很暖 就是留长了然后想说可以帮人家所以来剪 学校号召超过100位的学生 借由曼都美法业者带来14位的设计师 来为学生一剪将剪下来的头发捐给中华癌病辅助会 来制作假发 校方表示 学校近几年除了重视专业技能之外 也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品德教育 校长也提到捐血很常见 但是捐法就很少看到 借由这一场活动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人来帮助癌症病患 从拾美丽的外表给他们更健康的心灵 未经许家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